欢迎收看巴菲特股东会2015年关键评论第二集 上一次呢我们针对这个播客下海瑟威的道德争议问题有做剖析 那今天我们要针对就是巴菲特和他的副手蒙格呢 在股东会上面回答提问的时候 透露出以及暗示出他们最新的投资见解 和将来可能的这个投资方向 那我们在现场也邀请到了财经专家李伯峰 李伯峰哥好 嘿好大家好 那伯峰也听我们整理出了三大领域 以及行业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科技龙头IBM 好像这个IBM的获利走下坡 不过股神呢还是很看好IBM的 那伯峰哥这边怎么样解读呢 好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IBM他第一季的那个 EPS已经比上一季下滑 蓝色的条线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红色的那一条是股价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EPS跟股价的那个走势其实非常接近 那市场上面也因为这样子对IBM开始失去信心 不过那个巴菲特他还是很看好IBM 他认为说IBM目前只是面临一个结构上面的调整 以及发展上面的转型 所以那个第一季巴菲特还是持续在买进那个IBM这家公司的股票 那他认为说IBM其实是一家很可靠的公司 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对IBM的看法是对的 判断是对的 那他跟那个盟格就不会这么有钱了 换句话说他目前还是持续在买进 那其他的人都在卖出 可能看法反而是错的 那目前的那个股价下跌 巴菲特认为是好事因为他还想继续买IBM这家公司 所以如果价格可以维持在低档 那对于打算长期持有这一家公司的那个巴菲特来讲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那就可以再持续的加码就对了 那如果投资人看到IBM 好像股价一直跌就好像急着要脱手 反而就是不但实现了账面上面的亏损 而且在将来如果IBM真的涨上来的时候 也失去了那个加入他们那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其实还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 那IBM好像是巴菲特少数投资了一个所谓的科技业的公司 不过那个巴菲特他并不认为这是一家科技业 那反而认为这是IBM是一个所谓的顾问公司 或是所谓的那个 Total solution 对Total solution provider 对的那所以认为说这是一个比较接近传产 或是比较赚那个所谓专业财的一个公司 而不像那个Apple 他好像是专门靠一些高科技产品 那如果一个iPhone或是一个Apple Watch 他表现不好 可能整家公司的那个股价表现就差很多了 所以IBM他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一点 嗯不过可能巴菲特对自己是很有的信心啦 对还是要打算要加码就是IBM 不过呢就有投资人是担心说呢 因为可能IBM在这个Total solution还有云端的这个布局 有点竞争呢是有点激烈 因为这个云端的时代来临嘛 各家厂商都有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布局 那IBM呢想要再创巅峰 好像投资人是担心是比较困难一点 不过还有一个这个第二点呢 就是博文哥也帮我们整理出来 虽然说这个最近油价呢下跌哦 但是巴菲特呢还是很关注的就是这个可以可再生能源 尤其是在这个风力发电以及太阳能的部分 那有些人是说呢他买了这个绿能相关的基金 或是说太阳能类股公司哦 但是都一直赔钱就觉得说巴菲特的这个投资功力好像变差了 怎么说我手上的基金啊还是说个股一直赔钱 但是你却一直看好呢这样 博文哥怎么解读 好其实巴菲特啊他在太阳能上面的表现并不差 不像那个你如果买的那个绿能基金好像看起来是一支点 但是巴菲特手上的十股并没有这样 为什么呢是因为例如说你看好太阳能这个产业 那你可能去投资一些制造太阳能面板的那个公司 可是这些公司他面临强大的竞争之下 他不得不压低价格 那压低价格他就可能赚不到钱 甚至可能有产赔的情况 那巴菲特他不是投资这些制造公司 他反而投资的是一些营运的商那个系统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营运系统商 他可以拿到更便宜的面板 他的成本压低了 那可是他不断的那个收取那个电费的那个现金流 那这对巴菲特来讲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现金流持续不断的收入 那第二个他认为说这些所谓的风力啊 或是太阳能他不是一个庞大的电厂 他反而是在你家附近 或是在一个乡村附近 所谓的分散式的一些能源的那个发电式 发电的那个工具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发电方式 他不会受限于一个比如说能源的那个 原物料的那个涨幅或是那个下跌 然后就有面临很多的风险 你只要前期投入比较高的成本 然后把那些太阳能面板啊 或是那个风力发电的这些设备都做好了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获得 持续不断的那个电力投入 所以这对于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来讲 或是一个家庭来讲 他都是一个一个很好的防御 因为你不会因为看到油价上涨了 你的那个企业经营的成本就变高了 所以巴菲特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能源来源 好哦那能源的部分呢 是不是在传统的石油跟天然气 巴菲特虽然说好像认为说获利不太多 但是有机会的话 他是不是觉得也有给一些投资大众一些建言呢 对其实巴菲特认为说 比如说石油或天然气这些公司 目前看起来好像表现不怎么理想 因为那个油价一直在跌嘛 对 可是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公司 他每年的那个配息其实表现都很好 例如说Exxon或是那个英国的BP这些公司 他每年的那个配息可能都有4%到5% 在美国这些市场来讲算是一个很高配息的那个产业 所以在那个股价上面表现也许不见得理想 可是如果考虑到配息跟那个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他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所以巴菲特可能会认为说现在也许不是一个好司机 那可是如果这些公司将来股价有比较不好的表现 那把他的那个殖利率垫高的话 那反而是一个可以投资的选择 好哦 那像这个油价是起起伏伏 这样受到油价连结很大的这个车市 巴菲特也已经动手了 收购了这个汽车的经销商Venture 那他是不是呢 我们看在这个影片就是巴菲特跟这个Venture的这个经销商的这个老板 他是不是就看好美国的这个消费力道呢 伯丰哥在股东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解释的呢 好 那个金融产业对于美国的冲击 其实不只有那个 比如说房地产啊 或是一些那个金融业 那多数的一些消费性的产业 其实都因此而萎缩了 那很严重的就是像美国的底特利 所以几乎整个城市都要破产 那就是因为汽车这个产业几乎要崩溃 那也还好大家都撑到现在 所以像是福特或是Toyota这些公司 慢慢的又恢复了 但是并没有恢复到金融海啸之前的那么旺的情况 所以那个巴菲特认为说现在开始可以开始关注汽车产业 可是他跟那个太阳能一样 他不是直接去投资那个所谓的汽车制造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说这么强大的竞争之下 到底是福特比较好还是Toyota比较好 所以他投资的就不是这些制造商 他投资的反而是所谓的汽车的那个经销商 就是不管你哪一家公司表现的好 反正我只要卖车子我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那所谓巴菲特他的那个投资的那个方向 好像跟一般的投资人都不太一样 那这也是蛮厉害的一点 那巴菲特就可以透过这些经销商 然后持续不断的将来如果卖车子卖得很好的话 他就持续不断的有收入 那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经销商他的业绩 可以变成是一个巴菲特判断 美国景气到底好不好的一个资讯的来源 如果汽车卖得很好的话 他就可以认为说美国的那个消费力道还是很强 那如果汽车的那个销售开始衰退了 他可能就要当心就是美国的那个景气可能又变差了 所以算是有很多的好处 好谢谢伯峰哥有那么清楚的剖析 那巴菲特在股东会上面的看法 如果讲这个大区块的话 其实投资人可能会有点疑惑 不过经过伯峰的这个解释 其实巴菲特挑的都是这个产业链当中 最直接获利的一块 那其实他也有讲到其他领域的投资看法 那我们今天挑这三个代表美国的产业 向大家来做剖析 也感谢您经验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